此外,美国和俄罗斯近日还在同一天时间里亮舰,俄罗斯海军由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测试告识高超音速导弹,这枚告识导弹从返海区域发射,经过短暂的飞行后,成功命中350公里以外的标靶。 而当天,美国也高调宣布,美海军的查菲号驱逐舰成功发射了两枚最新改进型号的战斧巡航导弹,均击中了射制的把标。 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5日,美国特朗普当局的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提前结束对中东与欧洲的访问之旅并返回美国,以应对美国政府机构受到的网络攻击。 尽管美国政府并未说明黑客攻击的来源,但西方媒体已给俄罗斯扣上了帽子。 路透社称,根据三名熟悉调查的消息人士说法,俄罗斯目前被认为是这次网络攻击的幕后主使, 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家主权保护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克里莫夫15日则表示, 俄罗斯敏感部门遭到的网络攻击中,有48%到52%来自美国。